19世纪下半叶,法国攻占了越南 并将柬埔寨和老挝纳入了自己的半途中 在长达90多年的殖民统治中 法国扶持了一系列的傀儡皇帝 以名震严顺地掠夺当地的橡胶、煤炭等自然资源 当地老百姓则沦为了廉价的劳动力 天天被法国人逼着去修路铺桥、挖矿种咖啡 1940年法国投降后成为了德国的小跟班 而日本为了封锁中越铁路 也派了一支军队进驻越南 此时越南既要忍受法国人的奴役 头上又多了一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太上皇 众双重的煎熬和压榨 培育出了坚忍不拔的长期反抗 也催生出了一位如同清教徒般简朴的传奇领袖人物 他就是胡志明 21岁那年胡志明一位反对法国殖民者遭到通缉 被迫逃往海外 1941年流亡了30年的胡志明 回国创立了越南独立同盟 准备带着老百姓一起抗击日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国为了牵制日本 便给胡志明提供了许多武器弹药和军事训练 越盟也由此发展壮大 恶战结束后 越南人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 结果法国人却死赖着不走 妄想走殖民统治的老路 经过多轮的磋商和摩擦 法国派大军攻占了整个南方的大小城镇 此时恶战的硝烟未散 一场新的殖民战争又开始打响了 节节败退的越盟 虽然被迫退回了北方的山区中 但在胡志明的号召下 全国掀起了一股绅士浩大的抗法浪潮 那时越南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连饭都吃不饱 军队仅有两万人 而法国拥有十万大军 并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拥有海上和空中的绝对优势 面对这种巨大的实力差距 越谋无异于躺壁挡车 大家都认为这场战争 在几个月内就能见分校 可谁又料到 二十世纪地球上耗时最久的一场战争 才刚刚开始 之后越盟依靠着国际友人的援助 凭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 硬是扛到了1953年 而此时的法国大军 已换了六任指挥官 伤亡了十多万人 他们甚至不惜大范围的使用凌固汽油弹 来焚烧植物和房屋 1954年越盟和法军在电蝙蝠展开了决战 当时越盟的将军五元甲 派五万士兵围住了山谷中的两万法军 二十五万越南平民 则日夜不息地往山区丛林中 运输着粮食物资枪支弹药 法军认为凭着优势火力和空中支持 定能轻松取胜 纳奥将军甚至还抱怨自己的武器太多了 可但越盟的火炮 以每分钟50发的速度落下时 法军才明白 电蝙蝠不是他们碾碎越盟的末盘 而是越盟巨奸法军的口袋 被围困了55天后 伤亡过半的法军只能举手投降 这是越南人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 把外来的侵略者逐出了家园 获得了独立 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 他们为了统一 还面对一场更加漫长和残酷的战争 电蝙蝠战役结束后 经过多轮的谈判 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界 划分成了南越和北越两个政府 美国原本一直持中立态度 可随着和苏联的冷战不断升级 求输了抗美援朝战争 所以为了在亚洲进行战略扩张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便扶持乌廷也成为了南越总统 这下越法战争 从单纯的殖民地战争 变得国际化意识形态化 越南也成为了一颗棋子 根据日内瓦会议 法国人撤走后 不允许任何的外国部队再进入越南 所以美国只是给南越部队提供装备支持 同时派驻了400多个美国顾问 帮他们进行现代化的训练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人出钱出枪 让南越人按照他们的意图去打仗卖命 到1960年南越正规军已经发展到了16万 两年后南越的两个师 在美国飞机大炮的支援下 开始对北越进行大面积的扫荡 他们还使用凝固汽油弹 来烧回北越的田地庄稼 以断绝掉胡志明的粮食供应 自从打炮法国人后 胡志明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而是忙着整顿北越名声进行土地改革 将田地重新分配给老百姓 此举使得胡志明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反观吴廷衍却一直在南越采取高压统治根本不得民心 为了防止北越向南越的农村渗透 他将乡下的老百姓赶出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 强制搬迁到了一个所谓的战略村 如果村民不搬美军的飞机 便会往田里投放化学毒剂 彻底毁掉稻谷庄稼 讽刺的是 此举恰恰造成了大量的百姓开始逃往北越 却投靠那个传说中的胡伯伯 1963年一个和尚为了抗议 吴廷衍对佛教的镇压 却称僧人自焚是越南名菜考全阳 要知道越南90%都是佛教徒 所以这话很快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指责和愤怒 连美国都吓得赶紧换掉了驻越大使 几个月后南越便发生了政变 吴廷衍身中三枪当场身亡 兴许是不解恨 人们用刀往他身上补了几个窟窿 此时北越下定决心要推翻日益残暴的南越政府 并号召全国人民直接抗美 以让越南实现真正的独立和统一 吴廷衍一死南越就跟过山车一样 一年就换了五届政府 所有将军都在忙着勾心斗角 争夺总统大位 谁也无心打仗 保卫南越的任务基本交给了所谓的美国顾问 到1963年年底 美国派中南越的军事人员 已经达到了一万六千多个 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 但人帮了南越士兵驾驶飞机勘探敌情 在交战过程中 死伤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随着美军和北越的冲突不断加剧 美国于1964年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 这使总统约翰逊无需国会的批准 便能直接往越南派兵 越南战争的刀火索也由此点燃 之后美国开始对北越的军事基地 交通枢纽工业设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 在接下来的九年里 美国往越南北方投下了800万吨炸弹 相当于恶战中全世界投弹总量的四倍 也就说越南北方正承受着 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轰炸 为了自保 北越在地下两米修筑了大量的防空掩体 足以容纳上千万人 美军还封锁了海岸线 所以北越的物资补给 全都是通过胡志明小道来运输 这是一条长达2000公里交错纵横的丛林山路 沿途既有卡车行驶的公路 又扭马深处行走的小路 一些特别狭窄艰险的地段 甚至只能靠人来运输 往美军封锁这条小道的方法 就是狂轰乱炸 一些关键的卡点 因为反反复复的炸了一次又一次 被人们称为烤肉山火亡灵谷 为了找出北越的交通线 美军派飞机喷洒化学拖液剂沉剂 毁掉了成千上万亩的丛林树木 但上百位民工却不分昼夜地 修补着被美国炸毁的桥梁道路 一个房子大的炮弹坑 一夜过后就会被砂石和木头完全填平 而在那些不知疲惫的身影中 其中有一半都是女人 之后北越的军队和补给 在夜幕的掩护下 源源不断地通过胡志明小道秘密南下 平均每周就要干掉南越的一个营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南越军队用不了几个月便会全部崩溃 1965年 美国首次往越南派了八万士兵 正式开始了地面战斗 这美国大兵虽然长得牛高马大的 但对当地的地形气候一无所知 高达树米的草丛灌木 是一路走一路看 平均一公里要走四五个小时 而身形瘦小熟悉地形的北越军队 则是来如影去如风 常常带着美军在丛林里跑马拉松 甚至多次诱敌深入 将他们带入精心准备的伏击圈 自九月后 美军的兵力迅速增加到了17万 三个月后 他们和北越军队的精锐在德兰河谷 不期而遇 爆发了第一次重大战斗 在这场战役中 美军的轰炸机投掷了18000枚炮弹 地面上的每个小分队 都会用烟雾标记出自己的位置 以防止被误伤 为了在丛林里进行快速的机动 美军还首次使用直升机来运兵运炮 相比而言 北越军装备简陋 也没有重炮和轰炸机 经过五天五夜的激战 美军阵亡了三百多人 北越军则在战场上 留下了1200多具遗体 从伤亡人数量看 无疑是美军大获全胜 但在打扫战场时 美军发现了一本北越士兵的日记 其中一句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含恶力 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 美军看到了一个不怕轰炸机 不怕坦克大炮的民族 看到了一种以死相拼的决心 因为他们是为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战 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而战 一个被俘的北越军官告诉美军 我们杀你们一人 你们可以杀我们十人 但你们的人民会反对 我们在这里会待上十年二十年 不论多久 除非你们杀掉我们每一个人 否则我们就会赢得这场战争 之后北越军队经常发动 小规模的游击战 直接冲上去和美军近距离作战 甚至是贴身肉搏 战来美军便无法进行空中的火力支援 而美军还有个弱点就是爱抽烟 北越士兵寻着烟灰的踪迹 往往一打一个准 同时面对北越士兵的AK-47 美军的M-16由于设计上的硬伤 常常在紧要关头卡扣 从1966年到1967年 美军在越南的兵力激增到了47万 他们对北越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 战火蔓延到了上万个村庄 美军战机原来不断地从空中呼啸而过 特别是B-5轰炸机 它头弹是密集的弹灼点 像在地面上卷起了一张地毯 所以被称为地毯是轰炸 整个机群能同时把几百吨炸弹投资在同一地区 能瞬间将其移为一片平地 但在此期间又上千架战机被北越军队击落 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加 美军也形成了一个章法 就是每到一地先搜索北越士兵再抓人 打打杀杀之后再放一把火 把整个村子给烧光 从军事行动的角度或许是成功的 可毁了一个村庄 也就制造了一个村庄的抵抗 所以美军和南越军队扫荡的越狠 北越军队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 许多老百姓还在美军出入的道路上 铺设了地雷和陷阱 对其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到了1968年 美军的阵亡人数也直逼两万大关 国内反战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3月美军一个步兵分队由于一直无法搜索到北越士兵 便在美来村开枪射杀了567名老弱妇孺 这便是震惊世界的美来大屠杀 说好的是来拯救世界帮越南人民摆脱暴政 如今大家看到的却是美军焚烧村庄滥杀无辜的暴行 这彻底撼动了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道德基础 1968年是越南战争的分水岭 农历新年过后 北越派出了8万士兵向南越展开了一场全面攻势 当枪声炮声在各地打响时 睡在西贡的美国将军还以为是新年的烟花 起初北越军队迅速攻下了顺化的大半个城区 一直赶死队甚至杀进了西贡的美国大使馆 第二天当美军的增援部队带着各种重武器抵达顺化后 发现这里根本见不到一个人 原来北越的士兵全都隐藏到了掩体房屋和瓦砺中 于是双方在三接六巷开始了一场逐无争夺的血战 经过26天的激战 北越军队的伤亡超过了一半 美军凭着装备上的优势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在这场战役中 剩化有70%的房屋被炸 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 一个美国军官对此说了一句非常荒谬的话 我们是为了挽救这座城市 才不得不炸毁这座城市 1969年 美军在越南的总数已经达到了54万人 阵亡了3万多人 平均每周就要阵亡200多人 战争费用也攀升到了上千亿美元 这些使得国内反战的声音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美国运到南越的物资中 至少有10%被美军和南越政府 悄悄转卖到了黑市上 美国军方平均一年 较损失20亿美元 另外战略村计划烧毁了田地 使得南越的老百姓无田可重 到了60年代末 大量的百姓涌进西贡 其中一半人沦为了沿街乞讨的难民 神千上万的女性也沦落为了封城女子 美军打北越目的是为了扶持南越政府 但在他们腐败的治理下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却是过得深不如死 所以即使美军在战场上 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也毫无意义 越南战争已经成为了一个天坑 将美国完全拖了进去 于是在1969年1月 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提出了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换句话说就是准备投降了 此后美军逐步撤出了所有军队 彻底结束了越南战争 不再拨款支持南越政府 往美国人拍拍屁股走掉后 却留下了南越和北越军队互相残杀 美军在撤出越南前 曾紧急输送了10亿美元的装备 来武装南越军队 其中包括100万支步枪 数千辆军用车辆 2000架军用飞机等等 这使得南越的军事实力 一下就跃升到了全球前列 然而在美国人的娇身惯养下 南越军队也无法像北越那样 在山区丛林中进行艰苦的战斗 同时没有了美国的持续输血 南越政府平弱的经济和工业 根本撑不起这么庞大的一个战争机器 抛兵们每天只能射四发炮弹 步兵每月的子弹限制在了85发 一个月只有一颗手榴弹 加之薪资一降再降 平均一个月都有上万个逃兵 1974年12月北越军队发起了全面总攻 他们一路势无破竹 仅仅用了20多天便打到了南部沿海 一时间南越军队文风而逃一窥千里 此年4月北越解放了最后一个城市西贡 将其改名为胡志明市 随着南北统一 这场绵延30年的越南战争 终于落下了帷幕 而留给越南人的是一片废墟 满目疮痍 经过多年的希望深吸和名声整顿 越南在1986年开始了改革开放 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回首百年在隐隐绰绰的历史脉络中 你也能看见一些相似性 这不同的选择拿到了不同的剧本 但终究是殊途同归 而在越南战争中 一共有58000多个美军 将自己的性命丢在了异国他乡 25万南越军队和100万的北越士兵 以及南北200万的平民 也丧生在了这场战争中 记得有个美军新兵才上战场 便在黑暗的地道里掐死了一个北越士兵 多年后面对纪录片制作组的采访 他说北越士兵不是唯一的死者 另外一个死者是文明版本的我 或许只有没打过仗的人 才喜欢讨论输和赢 真正的战争哪有什么赢家和输家 有的只是破坏和毁灭 后来美国在华盛顿建了一座越战墙 上面没有一句对越战的评价 在那冰冷的墙面上只刻着所有阵亡士兵的姓名 那样的沉默震恶欲聋